Welcome to ITHandyguide Tutorial,我是Kevin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个Local Git Configuration 来设定这个Name跟Email 那我们之前一直都是在 Global Git Configuration 里面设定Name跟Email 那现在呢我们要来在这个Local Git Configuration 里面来设定 Name还有Email 那首先呢 它这个就是属于3.3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讲义 在3.3的部分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 本地的Git Configuration 叫本地Git Page 那你可以用这个Git指令给它一只猫 然后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容 那它里面的内容呢 就会是长得像这个样子 那其中呢 有关于这个URL的部分 这个呢其实你可以怎么样呢 你可以在你这个地方 打开来按右键 直接透过这个方式来打开来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就是从这个地方Copy到这边来的 其中这个URL我稍微改一下 就是这边是USERNAME 这边是Repository的名称 那这边呢有几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把这个 就是我们如果要把这个 就是像这个样子 你看一下 这个URL很特别 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想要把这个Git做一个搬家的动作 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GitDemo的上面的这个Repository 把它搬到Agile DevOps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在这边改成Agile DevOps的这个HTPS的URL 直接改就行了 我非常确定直接改是没有问题的 好然后那那个改完之后呢 好改完之后 你就记得说后面不要有什么多空一格 少空一格 确定就是这个格式直接 直接Copy&Paste上来 你就是把这一整个选取 按Ctrl-V 贴上你就行了 好就是把你Agile DevOps的这个HTPS 直接贴到这边来 然后接下来 那其中还有就是 比如说像你今天新增了一个Repository 你是用GitInit来新增一个新的Repository 那这个时候呢 那你就是 在这个里面就不会有这个URL 就是 如果你今天是用GitInit来 create一个新的Local的Repository 那你这边就不会有这个URL 那你就是需要透过 这个指令 来新增这个URL 那你如果不想要 就是 或者是你clone下来之后 你不想要让它继续做同步的动作 就是不想要让它继续连接GitHub的话 你也可以透过这个指令 他就会把这个URL把它拿走 他就把这个URL把它拿走 那 接下来就是 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 有 你也可以 设定你的这个Fetch的 Fetch的URL跟Push的URL 可以分别做一个设定 我们这个设定 只会设定Fetch跟Push 两个是一样的 那这边呢就是 如果你的Fetch跟Push 是不一样的话 那这也可以做一个设定 这个通常会用在哪里呢 通常是会用在 这个GitHub 你Folk别人的 你Folk别人的OpenSource 然后接下来你 应该说是 你发现别人的OpenSource 有一个Bug 然后你想要把它改 那你就先Folk完之后 然后接下来把它的这个 这个Push 就是把它的这个Push跟 就把它的这个Fetch的部分呢 把它变成这个 修改成这个OpenSource的部分 然后那Push的部分 则Push到你的Folk的Repository 那这些部分呢 后面都会再讲 这边只是大概跟你提一下 好 然后那 接下来就是 在这个地方也是很有趣的 也不是很有趣啊 就是 我先要跟你讲的这些指令呢 好 现在还不会示范给你看 但是在后面的Tutorial都会讲 好 那接下来就是 讲这个部分 就是从这里到这里 这里到这里 这就很重要了 这里就很重要 那 这个呢 牵扯到 Local Branch Remote Tracking Branch 跟 就是牵扯到 Local Branch 本地分支 远端追踪分支 这两个呢 都是在你的Local端 这个是在GitHub上面 就是远端分支 然后那 这个就是Local Branch 就是Remote Tracking Branch 那它所对应到的位置呢 其实就是在 这里 这里 这个位置就是Local Branch 它是Master Branch 然后接下来是 Remote Tracking Branch 在这里 那Remote Tracking Branch 它相当于是 Remote Branch的镜像 这是在Local端 这是在远端 在云端 就是GitHub那边 这两个呢 它是互相镜像的 它是你Push的时候呢 你从Local Push到 这个Push上去的时候呢 它会同时Push 这两个上去 就是 它会Push这个东西到Local端 然后接下来 又会Push到 这个远端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镜像的方式 有点像镜像 那 我们可以看到说 就是 这个Fetch呢 它这个部分 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 左手边 就是有一个 这个RELF 这个代表是我们的 任何一个本地分支 所以这里面所储存的是 任何一个本地分支 然后呢 那 右手边的部分 这里面 它所储存的是 任意一个 Remote Tracking Bridge 任意一个 远端追踪分支 然后呢 就是 这里面的 Master 就是 左手边的 左手边 左手边 叫什么名字 右手边 就会叫什么名字 所以它预设 会是这样子 做一个对应 那这边呢 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名字 一个叫Master1 你的Local Branch 叫Master1 结果你的Remote Tracking Branch 叫Master2 你想要这样取名 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建议你不要这样取名 那它就会在这边 做一个特别的说明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就是说 我们本地端的 我们本地端的 这个Master Branch 它是在 这个位置 它是在 这个位置 就是这一行的意思 那 这一整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一整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本地端的Master 它是对应到 这个位置的 这个Remote Tracking Branch 这是Local Branch 这是Remote Tracking Branch 这是 本地分支 对应到这个 远端分支 远端追踪分支 远端追踪分支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这一整行 就是在 在这个地方 你看到这一整行 它就是告诉你说 我们的Remote 叫做Origin 所以呢 它就会变成 是在 gitrelf 然后 Remote底下的Origin 就是这个名字 那这个Origin的名字 是可以改的 但是我建议你 不要改这个名字 那我也不会教你怎么改 但是我知道 这个名字是可以改的 而且 它改的方式也很容易 但是呢 问题是 你改了之后呢 你就会变得跟别人都不一样 所以在预设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是用Origin 然后呢 你在这个地方 Origin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你设定成Origin之后呢 那别人就是会 把它来写这个Origin 那你这边如果改成Origin 1 就这边改成Origin 1 Origin 1 Origin 1 所以呢 那你到时候 你的远端最终分支 就会在Origin 1 这个folder底下 你可以直接这样改 但是我建议你 完全不要去改它 我建议你 完全不要去改它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三个 把它改成Origin 1 Origin 2 Origin 3 随便你改 但是呢 我建议你完全不要去改它 反正预设就是叫Origin 好 所以呢 我们这一整个 这一整个部分呢 它就是做一个对应的动作 好 那接下来就是 这个URL 这个URL 刚才也是跟你讲 你可以 如果你想要搬家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URL 去做一个修改 你可以从GitHub 搬到Agile DevOps上面去 你是可以这样去更改的 好 那你更改完之后呢 就是你 你直接改这个URL 更改完之后呢 接下来你要在 GitPush-O GitPush-Text 这是会Push所有的branch 这是会Push所有的标签 那这样的动作去完成搬家 那你也不用太紧张 因为呢 在我们的线上课程里面 在我们的线上课程里面 这是我的目录页 那现在还很乱 就是会一边整理 在我们的目录页里面呢 我们会在后面的时候 会跟你讲一下 怎么样去搬家 我们会在后面的Tutorial 跟你讲要怎么搬家 我们会在Tutorial 19的时候 Tutorial 20的时候 Tutorial 20的时候 就会介绍要怎么样 从GitPush 搬家 搬家到Azure DevOps 所以后面的Tutorial 都会做介绍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你这边听不懂 这边只是大概跟你讲一下而已 好 那我们的这一个 Local Repository 的介绍就到这里 那我们就开始来 修改它的这个 Name跟Email 要修改的方式很简单 那我们之前是用 之前透过这两个指令 来看Global的名字 接下来透过这两个指令 来看我们的Local段的名字 接下来看目前的设定 然后接下来看Global Geek Configuration 就是Local Geek Configuration 好那我们一样就是打开这个 你可以把这个关掉 重新打开一次 就是在这个地方按右键 然后选GitBash 好 那我们来从 等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我们来看我们的 Global Geek Configuration 里面的UserName 是GitTutorialTW 然后我们的Email 是这个 是GitTutorialTW Gmail.com 好那我们的Local的名字 目前应该是没有设定 所以我们Local段 是目前没有设定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在 按右键 然后这个TutorialSki 然后选Setting 好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看到我们的Global 在我们的Global 然后接下来 我就可以把TutorialSki 先关掉 在我们的Global里面 我们有设定这个 Name跟Email 那在我们的Local端 在这里 直接打开来看 好 它呢 这是我们的Local GitConfiguration 它里面没有设定Email 然后这边 Global它是有设定Email 好 所以左边是Local 右边是Global 好 好 那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目前的设定 目前的设定在这里 好 那你可以看到 目前的设定 它就是告诉你说 你的UserName跟Email 就长这个样子 好 然后那接下来就是 这是Global GitConfiguration 来看一下 好 这是我们Global GitConfiguration 那这是我们的Local GitConfiguration 好 那我们这边呢 都稍微看了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来修改 我们要把这个Local的GitConfiguration Local的UserName把它改成2 就是情境是这样的 就是 你的朋友跟你说 你要帮我维护一下我的Repository 然后这个Repository是一个 OpenSource的Repository 你不想要破坏 就是你不想要去更改你的 这个Global的UserName跟Email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只改Local的端的就好了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你以后不会再 你以后可能就不会再 你这一个朋友了 所以你就改Local端的就好了 好啦 那我就把Local端的把它改掉 好 那我们可以再看到Local端的名字 好 本来是空白的 现在变成有名字的 好 那我们一样是把Email 把它放上去 好 Email本来是空白的 我给你看一下 本来是空白的 好 然后现在改完之后呢 然后现在Email就有了 好 所以我们现在有Local端的Email Name Local端的Email都改好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个 这个部分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打开看一下 好 我们就多出这个 好 Name跟Email 那 Global呢 还是一样 好 那Local端的Name跟Email 是有个Tool的 好 是不一样的Email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好 我们这边改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GlobalName UserName 什么的 等一下 好 我们的 目前的Global 是这个 然后Email 是这个 好 这是Global的Name跟Email 好 那Local的Name跟Email 是这两个 好 这是Local的 是有2的 好 是有2的 好 这个是有2的 我们看到这边有个2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个目前的设定 这个就很重要了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在Global 的地方 我们是这样设定的 但是在Local的时候 我们要这样设定 那这个东西呢 会去附写 下面的东西 会去附写 上面的东西 越下面的东西 它的这个 这个 也不算全线 就是 越下面的东西 它就会去附写 越上面的东西 好 那 接下来就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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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l端的 好 这是Global 这是Global Git Configuration 你可以看到它的 username跟password 还是一样 然后在Local端的 Git Configuration 它是更改的 好 它是更改的 它是改成这个的 好 那接下来呢 好 我们 全部都跑过一次了 那这边都只是贴图而已 那我们来做一个 新的卡密 那我们来看一下卡密 这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这边就新增一个 3 新增一个3 按右键 然后new 然后新增一个 不在这里 对不起 在这个位置 好 在这个folder 有没有看到 就这个folder底下 按右键 然后我们要新增一个 新增一个 叫做3的这个txt 好 新增一个3的这个txt 新增完之后呢 然后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soulstreet 它就会产生一个新的uncommitted change 那这个就是3.txt 好 那在这个3.txt里面呢 好 那我们先来按stage all stage all stage all呢 就是相当于去执行这个git add 然后后面一点 然后我们就来贴上 好 我们先clear一下给你看 目前呢 好 这里面就是 这是它的history 然后接下来git status git status 目前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做 git status 目前就是有一个东西叫做3.txt 好 其实就是在soulstreet的这里 好 那接下来我做一个git add 好 我做完git add之后呢 那你可以看到 我按f5 然后它这个东西就是相当于是 按stage all 它就上来了 好 就变成stage file 然后接下来我再看一下git status 好 它就变成一个stage file 好 那接下来我再做一个卡密的动作 卡密呢 的message叫3.txt 这相当于是 我在soulstreet的file status 这个地方 这边打3.txt 是一样的作用 好 那我就在这个地方 把它贴上来 好 那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来history看一下 按f5 好 你可以看到它就变成一个新的卡密了 好 那在我们的这个git卡密这里呢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好 我们的history就多出一个log 好 我们的gitlog就多出一个commit 然后接下来再看一下git status git status就是walking去现在是干净了 好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在做一个push的动作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的这个origin它只有两个卡密 它这个卡密呢 第三个这个卡密还没有push上去 我来证明给你看 好 这个东西还没有push到remote repository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呢 好 好 那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这个点进去 按refs 好 然后那 下来你选head 你可以看到它所指向的卡密是63255 好 63255是这一个 这是我们local端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是remote tracking branch 好 它所指向的是什么呢 它所指向的是A061 A061就是这一个 好 A061 好 那你可以知道说就是我们remote tracking branch 目前还没有被更新 那我们的这一个 在这个地方 我们按refresh一下 怎么来这里呢 来这里的方式很简单 你来到这一页之后 然后点这个卡密 它就来到这一页 目前只有两个卡密 好 所以目前都还没有push上来 那 我现在要push上来 所以我需要去执行什么呢 我需要去执行 这个 gip push 好 好 那这个执行gip push呢 相当于在图形界面里面 你按这个push 然后这两个不要勾 好 这个是push所有的branch 这是push所有的take 相当于是这个动作 好 那我这边就执行gip push 好 那我这边执行完gip push之后呢 然后那我们 好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gitlog 好 你可以看到 Origin master 跟我们的master 都只向同一个卡密 那你不相信的话 你也可以来这边 好 这是origin master 好 他是指向 这个63255 然后那 接下来在这个head 这个地方 他也是指向 63255 那63255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好 63255 好 然后那 这边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author 你可以看到第一个author 他是git tutorialtw 第二个author是git tutorialtw2 第三个tutorial也是git tutorialtw2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push上去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样子 好 那我们来referch一下 好 好 那这个是git tutorialtw2 好 他是由local端的会去取代 好 也就是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这是我们的git configuration上面的usernate跟password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local端的usernate跟password 所以我们push上去之后呢 我们local端的usernate跟password 会去复写 global端的usernate跟password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会看到我们的local端的usernate跟password 就会在这个 就是local git configuration的name跟email 就会写到我们的这个github这边来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第三个configurator里面看到你的author 就是这个人 你的email就是这个 好 那有关于我们的这个local git configuration呢 我们就已经把这些东西都做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给你看一下这几个 这个符 这个还蛮重要的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再把它修改回我们刚才的设定 那我想要把我的local端的 再把它改回原本的这个usernate跟email 好 好 改成mail 2的 那这个呢也是改成mail 2的 那这个呢也是改成mail 2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哦 好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好 它就改了 好你可以看到这个是local的githconfigurator 它就改回来了 好它就改回来了 好那 假设呢 你是一个这个githconfigurator 的疯狂使用者 好那我们就来打这个githconfigurator 来看一下 好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global的名字 好 好 然后接下来是global的email 然后接下来是local的名字 好 好 然后接下来是local的email 好 好 那 接下来我们来看整个配置 好 整个配置的话就是这边 你可以看到我们global有取名字 好 我们的local也有取名字 好 下面是local的 好 那接下来就是看一下这个global的githconfigurator 这是global的githconfigurator 这是global的githconfigurator 然后这是local的githconfigurator 好 都可以这样看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把刚才的设定再把它改回来了 好 那我们这一个tutorial就会讲到这里 我们等一下就来看一下softstreet 它其实也可以设定name跟email 好 那我们这个有关于local的部分呢就到这里 那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 好 好